欢迎大家收看新一集的椰康种植者 今天我们就要开始修剪这些番茄了 大家随我先看一下 就是说这个番茄现在已经长得有两三个星期了 长得非常的大非常的快 但是你会发现就比如说这一棵番茄 它长了很多叶子 然后分了很多小叉 但是到现在都没有什么果子 这就是因为营养都被它的侧芽给吸走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侧芽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中间这个是主干 然后它旁边会长出叶子 然后在叶子和主干之间长出来的像这个 这个就是侧芽 像这些呢 如果不及时剪掉的话 它就会把这个养分都吸走 被吸走之后呢 你这个果实它接着就少了 所以呢我们就要抓紧时间 把这些侧芽全部都剪掉 好的我们还是从第一棵开始 这个视频呢 更多的是教你手把手的 跟着我一起来操作 大家先随我看这一棵 这是一棵老品种的番茄 像它下面长出来这些小芽呢 我全部都是不要的 然后往上面走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个呢 也是侧芽 这个首先要剪掉 但是往上看 这第一个 第一串花 它没有能够结成果子 应该是因为它之前的营养管理各方面的问题 所以呢它下面的这些叶片实际发挥的作用就很小 我们把这些叶片也剪了 这样把下面剪干净之后呢 就会促进它下面的这些通风 然后往上看 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侧芽了 因为主干是这样 然后叶片在这里 这个就是一个侧芽 这个我们把它剪掉 因为它本身已经有这么大了 所以我们把它扦插到椰康里面 让它形成一颗新的番茄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个叶片是明显很大 这个时候呢 如果这个叶片不修剪的话 它的根还没有长出来 就很容易死亡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就剪一下 大概就留一点点的叶片 当然生长点呢 你要把它留好 这样的话 这颗苗我就可以扦插了 我这里准备了很多提前装好椰康的学盘 这个学盘是之前种草莓用的 不过用来做扦插番茄也是很好的 我现在开始把它种起来 在扦插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注意 就是尽可能的把它埋得深一点 好的 那么这是第一颗 来 我们继续修剪 像这一颗肯定也是侧芽 因为它主干是这样走 然后这片是叶片 但是这个有点太小了 我们就不留了 把它剪掉 好 然后再往上走 这里有一串花 我们保留 然后再往上 再往上 接下来呢 就是应该每长一到两片叶片之后呢 就会有一串花出来 好 那么这一颗我们算修剪好了 再看它旁边这一颗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 把下面的这些小叶片给剪掉 它这里就结了一颗果子 我们把这个果子留着 然后往上走 看 它从这里分了一下 就是在这个果子的旁边 到这个时候 你就很难分辨出哪一个是主干 哪一个是庞枝了 遇到这种情况呢 我们就继续往上看 这一个头呢 它这里已经有花了 而另外一头没有花 所以说我们判定这一个围旁枝 然后就把它剪下来 剪下来之后呢 也是可以进行扦插 当然这个扦插的时候 没必要留那么多的叶子 它叶子会再长起来的 像这个特别大的叶子 我肯定是要剪掉的 然后也不可能留那么长的这个茎 所以我基本上是剪成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再剪一下 好的 那么这一颗我们也可以扦插了 用剪刀捧一个小孔 然后把它埋进去 这个非常的方便 好的 继续 在修剪的时候 如果有看到这些干枯的叶片 也把它去掉 那么这一颗的话 就算修剪完了 这一颗呢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其实它这个主干是长了很长 但是这个主干往下长 而另外一个旁枝呢 基本上是长成了新的主干 虽然说呢 建议这个植物是只留一个头 但是这种情况下长得已经比较大了 而且旁边这一个侧枝呢 它的生长没有影响到这另外一个头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边跟这一边的光照是不受影响的 所以我决定还是把这两个都保留下来 可能以后再做进一步的修剪 但是我今天可以把它留下来 然后往下看 这些老的叶子我把它稍微修剪一下 这些肯定都要剪了 同样的方法 这一颗也是 但是这一颗就比较小 这一颗不留了 然后往这边走 像这种比较嫩的这种牙都可以把它掐掉 然后再往这边 这两个头只能留一个 所以我们果断的剪去这一个 因为我们肯定是要留有这个花孤朵的 在修剪完番茄之后呢 就要开始把番茄吊起来了 你肯定会问 我为什么要用绳子把它吊起来 这是因为呢 我们想让这个番茄能够更好的向上生长 充分利用它这样一个垂直的空间 让它能够多结果子 那么你可能还会要问我做一个篱笆或者是栅栏 可以吗 答案是可以的 无论你采取哪一种方法 只要把这个番茄给支撑起来 让有一个粒能够把它这样吊起来 或者说有一个粒让它攀爬 这都是可以的 我这里采用的就是这个番茄常用的一个挂钩 然后把这个绳子架下来之后 对番茄这样绕一下 绕一下之后呢 它就会 然后每过一个星期之后呢 你就可以对它新长出来的部分 然后再绕 然后让它一直往上涨 同时呢 你就是说再有新的侧牙呢 都要全部打掉了 好的 我们用这样一个方法呢 把这些番茄全部都进行了整理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是像这种一个头分很多个的 那么我就舍弃一个头 把这个 就比如说这里就把它的打顶已经打掉了 让这个主要的这样一个主干 顺着这个绳子往上爬 好的 整理和吊麦都已经讲完了 希望这一集的视频内容对你有帮助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集的节目 我们下集再见